尘埋回一些 那究竟好像700又怎样看 Kinder想问 他就说 看到好像试一试500 反弹了一点 但又充不穿之前的 地口位 他说他就没有货的 如果想买货 什么位买好 其实说一句 方记股就明显这一转是大个市场上来 还有其实普遍都反弹了不少 而当中你在ATMXJ里面 其实算比较强的 腾讯、美团、京东这些是特别强一点 而当然美团、京东更加强 腾讯相对就排后一点 但也是OK的 但当然 如果你说现阶段来说未有货 我会觉得可以等一等 就是两手准备 因为始终升到这些位置 其实开始有点尴尬 因为一来都500元以上 而二来都挨近100天线 514多 今天都是在试这些位置 过去两天就未破到 如果你说今天都破不了 可能会稍为它自己来说 整顾一点 如果你说破不了 那一把天线 我宁愿你落回去 看有机会试下500元以下 你才要找到它上车 会好一些 而二来如果是破得到的 那你到那时都破得到 站得上100天才再追 因为如果你是站得上 这些大的阻力位楼上的话 我觉得是还有一阵走下的 所以这个位置你就暂时看着 但是看看向哪一边发 如果向上突破的到时才再追都未迟 是好 详细一点的 他的问题 现在李先生 他就说 见到早两天升穿500元 昨天都没有回落 就是都还守了500元 所以他说是否都可以再入货呢 因为言下之意 他应该是已经入过一注的 他说如果是498元入了 可以上升到多少 如果你498元本身有货 就不用那么急再入了 现在是504元 只差几元 那就太密了 虽然我同意腾讯看法不是差的 但是 始终刚才都说 现在升到这些位置 好那边就继续落在500元 但不好那边就未破500天线 这些位置有点尴尬的 所以已经有货底先拿着 反而如果你说真的看好的 刚才都说了 两个的准备 一来如果升不穿100天线 博它落到500元以下才稍微去买 而二来如果升得穿的 到时才再追 我想也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会好一点 与其有货底就够那些不妨拿着 新的就暂时观望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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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